电脚专业户 胡明轩竞赛竟被取消 CBA官方正式回应电脚专业户胡明轩竞赛竟被取消 CBA官方正式回应 回顾到1月13日晚上的疗越大战中 在第三节的时候 先是韩德军和威姆斯双双被罚下场 韩德军的鼻梁鼓已经是骨折了 然后就是胡明轩在第三节的几个小动作 实在是有一些让人恶心 很多人都说可能是得到了字母歌的真传 回顾的比赛当中 在第三节还剩9分钟的时候 胡明轩在防守郭艾伦的时候 有一个很明显的电脚动作 这个行为也导致郭艾伦在落地的时候 右脚直接踩在了胡明轩的脚背上 出现了扭伤 但是也是因为动作速度太快 裁判也没有很细致的看得清楚 所以这对于胡明轩来说 算是侥幸的逃过了一截 但是 后面现场转播的镜头回放之后 球迷们是看得很清楚的 在这之后胡明轩还是不知悔改 继续的肆意妄为 后面仅仅过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面对福格的防守选择突破 但是胡明轩保护球做得非常不好 直接被福格给抢断了 又一个非常隐蔽的沉间动作 从侧面撞倒了福格 为此胡明轩也是赔上了一个围体犯规 时候很多人说 进攻端的胡明轩一点都不像总决赛MVP 更像是一名CBA的新秀球员 在之后胡明轩还是不知悔改 在第三节还剩5分多钟的时候 赵继伟外线出手3分 胡明轩又一次不理智的防守扑倒了赵继伟 这一次的犯规裁判 非常果断地给了他3分投篮犯规 之后我们通过慢动作回放 认定胡明轩行为是属于严重恶意犯规 之后又追加了一次技术犯规再加上之前对福格的围体犯规 所以胡明轩就被罚出场外 很多人开始感到疑惑 胡明轩已经是累计两次发生了围体犯规 根据以往的CBA比赛规则 胡明轩是要被停赛一场的 但是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 胡明轩依旧是出现在了首发阵容的位置 这时候CBA的相关人员也是对这一件事情做了澄清 CBA本赛季推出了一个新规则 就是当场累计两次C1或者C2围体犯规才会被禁赛 也就是说要在一场比赛中围体犯规两次才会被禁赛 而胡明轩两次围体犯规都是在不同的比赛中发生的 所以说不够成禁赛 可以继续地参加比赛 其实这个规则是对很多球员的不公平的 我们知道本赛季常规赛只有38轮 停赛的话肯定是会对一些球员产生影响 技术犯规加一次围体犯规 都只是驱逐出场 我们知道像郭艾伦这一种驱逐大户都没有被禁赛 这一次真的是被胡明轩钻了新规则的空子 才能让他后面继续地得到上场的机会 当然CBA的规则可能也是有他们的苦衷 可能是为了让一些球员避免不必要的突发情况 让他们得到禁赛的处罚 也让一些球员算是吃下一颗定心丸 不会一不小心就受到停赛的处罚 但是CBA在更改规则的时候 应该给球员和球迷们普及一下这些知识 让他们全面认识新的规则 这样突发的更改新规则 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社会舆论的影响 给CBA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谢谢大家